奥黛利边回想父亲和哥哥讨论局势时的话语,边自行发挥道 他们认为现在政府的结构太过混乱,每次选举完毕,只要出现党派的更替,都会从上到下换一批人 让事情变得一团糟,效率极其低下,这不仅造成了战争的失利,还给民众们带来了极大不便 克莱恩很清楚,因为没有参照对象,此时的鲁恩王国还没有进化出公务员考试制度 政党执政形势依旧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在选举胜利后,不少所谓的事务性位置也会奖励给成员和支持者 嗯,罗塞尔大帝在因蒂斯竟然没有发明这种制度,简直不符合他的性格啊 难道说,后期他将重心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道调人阿尔杰听到这里,低笑着插了一句 他们认为,他们的感觉还真是迟钝啊,也许他们被黑文叮咬之后,得过上一年才觉得痒 黑文是鲁恩王国南方的一种生物,以毒性强烈,让人恨不得挠破皮著称 奥黛利伸出手掌,眼了下嘴巴,没管道调人的嘲讽,抛出了刚才消息的核心 可惜,他们暂时找不到替代这种制度的好办法 克莱恩静静听着,感觉话题进入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微微一笑道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吃货帝国,和学习大吃货帝国的府国,都有着非常成功的先进经验 简单,奥黛利略敢差异地反问 虽然他的家教课程不包含政治,但经常旁听父亲,哥哥等人讨论的他,在类似方面,还是有着足够的了解 克莱恩仿佛回到了以前的论坛,从容笑道 考试,就像大学入学考试一样,举行一场面对所有公众的考试,这可以分为两轮,或是三轮,用最客观的方式筛选出精英 可是,奥黛利隐约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反对 没给他整理语言的机会,克莱恩继续说道 之后,用这些精英填充内阁,郡政府,是政府和各个镇的事务性位置 嗯,也就是直接做事的位置,比如内阁高级秘书 针对不同位置的不同要求,可以在第二轮或第三轮里进行分开地 有区别的考察,专业的事情得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而大臣,骏长和市长这些政务性的位置就留给选举获胜的党派,这是他们理应分得的蛋糕 旁边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兴趣的阿尔杰不知不觉测过了脑袋,认真倾听,奥黛利则微皱眉头,陷入了沉思 不要急着一次就替换掉所有人,内阁和各级政府会瘫痪的,可以每年或者三年举行一次考试,逐渐更替 之后,再是王国扩张的情况和政府雇员辞职,老麦带来的空缺,有计划递和定名额 克莱恩充分发挥了自己键盘政治家的特色 莫拉贪首说道,这种设计,可以最大程度上将王国内有见识的精英纳入政府,而且不管哪个党派上台,不管大臣是谁,事务关门都能让王国维持基本的,也相对有效的运转 当然,副作用是诞生官僚主义这个不死的恶魔 奥黛利边思考边疑惑问道 也就是说,即使那些大臣变成卷毛沸沸,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不,阿尔杰主动插嘴道,我认为,卷毛沸沸是比现在大臣更好的选择 他顿了下补充道 毕竟卷毛沸沸只需要吃,睡,以及交配,不会给出愚蠢的主意,不会坚持没有脑子的计划 道调人先生,听起来你有个不太好的上司 克莱恩坐在上手,含笑摇头 奥黛利回味着愚者先生刚才的描述,好一阵子才愕然道 这听起来似乎真谛能管用 很简单,却很有效的办法 他望向克莱恩,诚心诚意赞叹道 愚者先生,您一定是为人生经验丰富,智慧出众的长者 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看了看到掉人和正义,沉默几秒道 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吧,如果正义小姐能够影响他的亲属,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就提前引导班森,让他有机会成为公务员 仔细想想,班森确实挺适合这行的 不过,正义应该不会主动去做 因为那样一来,我和道调人打听一下是哪位贵族提出的建议,就基本能猜到他真实的身份了 当然,他可以绕个圈子,用更隐蔽的办法 遵从您的意志 奥黛利和阿尔杰同时起身道 克莱恩往后微靠,切断了联系,只见正义和道调人虚幻模糊的身影迅速破碎消散 挥舞之上,神灵居所般的宏伟大殿里,一下只剩安静坐在青铜长桌上手的他 克莱恩没有像上次一样,直接坠入挥舞,离开这里,因为已成为非凡者的他,还足够精神 他之所以提前结束塔罗会的碰面,是因为知道了职业者对安提哥努斯家族笔记的真实态度 决定等下地做出认真寻找的样子,而不是直接躺倒睡觉 那会被邓恩、史密斯他们怀疑自己在家里做了什么 而且今天的收获也不算少了 克莱恩坐于青铜长桌上手的高背椅,双臂搁在扶手上 食指交叉目光沉然地打亮起那片无垠挥舞,只觉这里空旷寂静 仿佛千万年来都无人踏足 他在建立联系,召唤来正义和道调人的投影时,敏锐察觉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身为非凡者的自己,有余力在触碰另外的深红星辰 也就是说,能再召唤来一位 克莱恩回想那种感觉,几乎确定地自语了一句 但他之前并没有冲动尝试 因为不知道拉来道的新人会是什么身份,会有什么态度 毕竟不是谁都能像正义和道调人一样因独特的性格飞快融入 各取所需,似乎愿意隐瞒 如果拉来类似邓恩,史密斯那种 那自己这个刚成立的神秘组织就立刻暴露在教会的注视下了 作为邪恶组织大boss的自己将前途堪忧 克莱恩知道这片灰雾非常特殊 明白他不是邓恩,史密斯这种序列的非凡者能够破解的 但问题是,既然有非凡力量了,就不得不考虑神灵的存在 克莱恩目前谨慎地相信七位正统神灵都切实存在 当然,他更倾向于这些神灵只是比高序列者更强更厉害一点而已 并且受着某种严格的限制,至少第五季以来,除了几份神域,他们在未有事迹呈现 喝,强迫拉人也是不好的事情,没谁愿意莫名其妙卷入神秘事件 还是等以后再看看吧,克莱恩叹了口气,站了起来 他展开本身的灵性,感应着身体的存在,然后开始模仿那种急速下坠的沉重感 眼前光影当即变幻,灰雾和身红瞬间远去,克莱恩像是穿透了无穷无尽的水魔 终于看见了现实的世界,看见了满屋的昏暗 这一次,他完全清醒,认真体验着过程 奇怪,灰雾和灵界还是有点不同,克莱恩动了动手脚,感受到血肉的真实 他认真体悟了一阵,摇头走到书桌前,伸手拉住了窗帘 刷,脸部退缩,阳光照入,仪式光明 望着突渡窗外的街道和来来往往的行人,克莱恩吸了口气,无声自语道 该出去干活了,我该怎么扮演占卜家 这个不能太急,我暂时还只会灵视 贝克兰德,皇后驱,奥黛利,霍尔看见了镜中的自己 看见了激动到飞红的双颊和明亮至让人不敢直视的眼睛 他顾不得审视这些,赶紧回想之前,然后提起镶嵌宝石的钢笔 刷刷刷在精致羊皮纸上书写起观众这份魔药的配方 80毫升纯水,5滴秋水鲜精华,13克牛尺勺药粉末,7瓣精灵花,一对成年曼哈尔鱼的眼睛,35毫升羊角黑鱼的血液 呼,奥黛利吐了口气,反复看了几遍,终于确认无误 他又有了舞蹈的冲动,但告诉自己要矜持 想了想,他开始在魔药配方周围书写各种化学物品的名称 将这一页伪装成了繁杂的,混乱的科学知识 嗯,只要不是有意识的仔细阅读,随意翻看的人肯定发现不了我隐藏的细节 真棒,奥黛利自我表扬了一句,将思绪转向材料的获得 先在家族的几个宝库里找,没有的部分事事能不能从其他人那里交换到 如果这样还是凑不齐,只能在下次聚会时找语者和道调人先生帮忙了 拿什么作为报酬呢? 考虑了一阵,奥黛利和龙笔记,将他放到卧室内的小书架上 接着步伐轻快地来到门边,拉开了房门 一条金毛大狗正乖巧地坐在外面 奥黛利嘴角上翘,露出灿烂如同阳光的笑容 苏倩,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报纸上的连在故事里,侦探先生总是有一位得力助手 我想,真正的观众身后,也需要跟随一条大狗Tilda 只有一点烛光摇曳的地下室内 阿尔杰,威尔逊抬起手掌,仔细看了看 许久之后,他发出一声感慨 还是那么神奇,完全把握不到细节 哪怕自己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依旧没能动息于者是怎么完成召唤的 他目光下移,望向了长桌上的羊皮卷轴 在那片黄褐色的抬头位置 深蓝色墨水书写出了一行赫密斯文 7.航海家